這一個是想教大家如何畫一些Equilibrium Graph的圖 首先是Origion 之前的所謂的Change Out圖 為何平了呢 因為已達到Equilibrium 接著X2作為主動Active 作出改動 它會向上飆了 所以會出一個新的Equilibrium 所以它會跌下來 直至達到Equilibrium 因為CX2是被動的 PASSIVE 的 所以我們會在這裏駁在這裏駁在這裏駁 這裏駁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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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裏駁的 然後什麼時候達到這邊 就是這一格 然後把線放進去 然後用Mocal 計算出Final的模式 打滑畫一條線 再駁在這裏駁在這裏駁 這樣就出到最美麗的圖 要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什麼時候是Change 2 就是誰主動被動 何解 主動的就是有洞的 就是這裏 被動的就是沒有洞的 所以貼著 然後Mocal 計算Final之後再駁在這裏駁 這是最好的立法